好端出了这四张牌 到底最后谁会是kingmaker呢 其实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世代 大家也都在看 国民党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有没有办法团结 大千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问 感觉上好像国民党内部 有所谓的茶壶里的风暴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国民党被外界一直在批评的 包含是我们的基层的支持者 不断的在反应的 就是期待大家团结 我最常在地方上听到 我们的支持者批评的 就是国民党就是不团结 国民党这些天王们 这些大佬们就是各怀鬼胎 彼此斗来斗去 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基层的民众 跟我们在反应说 国民党应该要团结的时候 他其实对我来说 某种程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也正因为如此 我很早就开始在呼吁 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 希望各方的这个参选力量 大家彼此都能够手下留情 因为毕竟选后还是同志 除非今天 这个大家希望看到的是 我们选了一个党主席之后 另外三个通通都离开了 三股力量都离开了 国民党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那么我们就继续互砍下去好了 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坦白讲党内的选举 大家彼此在发言上 都希望能够掌握一些分寸 在政治操作上希望能免则免了 多讲自己好的 少批评别人不好的 选举其实就是选你自己而已 你应该要花点时间让大家知道 你为什么是最适合的 你为什么是最好的 而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批评别人 因为别人不好不会代表你比较好 所以我一直认为党内的选举 跟我们在面对民进党的厮杀 我们总是要有一些分寸上的拿捏 那么第二个 我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党员同志 就这场选举对中国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 所以要拜托跟呼吁所有的党员同志 希望大家珍惜手上的选票 一定要去投票 我知道现在的状况 我们的投票所可能不是很方便 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偏远 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才能够来投票 但是我一定要拜托各位 在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里 我们一定要出来投票 而且第三个我要呼吁国民党 所有的支持者的是 这场选举之后不管是谁当选 我们大家就团结在新的主席的领导之下 选举就过去了 希望所有的参选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因为我们要选的不是党主席而已 接下来还有2022的选战 还有2024的选战 其实今天参选的另外三位 这个参选人就算没有当选 他们都应该要继续成为 我们中国国民党的资产 因为他未来会继续代替 或者是代表我们国民党 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战役 要保护好大家 我们唯有团结 才能够去面对如此一党独大 为所欲为的民进党 我相信今天会出现 有这样子的一个民调 这也代表国民党人才辈出 但是到底如何能够把所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 就像大千哥刚说的 其实有很多人会在一直说 国民党要团结 就是因为大家很担心 如果如同网路上很多声音讲的 国民党会不会谁当选就闹分裂 洪威姐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这个民调来看 之前大家可能觉得朱章 朱章可能大家呼声比较高 结果现在出现了张亚中大黑马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三强鼎立的局势 我们先来看最新的民调 这是爱普罗的民调 914到916前几天做的一份民调 当中最希望谁担任党主席 朱立伦是第一名 39.3% 谁能带领国民党打赢2022的选战 朱立伦38.7% 好再来我们看TVBS先前的民调 9月9号到9月13 这个是蓝营党回战的民调 最支持谁担任主席 张亚中 30.6% 朱立伦27.5% 等于是其实相当接近 然后蓝营的党回候选人 看好度 朱立伦33.9% 张亚中19.1% 现在其实网路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评论说 先前就是因为张亚中民调上来了 所以会不会有一派人就有那个焦虑感就开始上来了 有所谓的弃江宝珠 因为担心 网路上这样的评论 担心说张亚中的上位会不会造成分裂 宏卫姐你怎么看呢 从民调来分析 我先讲一下就是最近整个支持者气氛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所以我们这两天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社区活动 那我们到基层去跟大家致意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少国民党的支持者都非常非常的愤怒 那种愤怒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会显成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这是来自于我们支持者 觉得说不管是这次的选举 那为什么会选成轻痛愁快 我想说在最后一个礼拜 我真的呼吁各阵营要自治 那么也要了解国民党的基层 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党的一个期待 真的不要轻痛愁快 否则选完之后谁出现对党都是伤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在这边非常沉重的一个呼吁 那第二个就是讲到民调的部分 那么本来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场的选战应该是所谓的珠江对决 因为一个是现任的党主席 一个是前主席 那张亚中呢 这个张校长有很多人喜欢他 或认同他的理念 那我们也认为他会有一定的选票 但是呢原来大家的预期是 应该张亚中还不注意当选 可是呢到了前几天 就是一些民调 比如包含TVBS的民调呢 那我们所知道 可能还有其他人在做一些委托的民调 那很多人都跌破眼镜 他因为发现说 哇原来这个张亚中的这个声势啊 整个的从在上一次的辩论之后啊 急起直追 一军突起 然后他的民调呢 事实上已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所以变成 在党内很多人就开始 真的非常认真去对待 就是如果张亚中会当选 那当然这个不但是跌破 自己党内的眼镜 可能对于这个整个的政坛 我想也是一个震撼蛋 因为无论如何 国民党的这次的主席的选举 他牵动的是整个的国内政坛的进和 还有2022跟2024大选的结果 那你如果问我个人啊 我会觉得张亚中的选票 那原来他是一种 我的解读是赌烂票 你知道吗 是对于国民党 不管长期有一段时间以来 或者现在那很多人觉得说 国民党感觉好像太过软弱 感觉战略不足 感觉你没有办法跟这个民企党抗衡 所以现在民企党变成塔律般 为所欲为 嚣张 无能 而且还跋扈 觉得说你们也没办法把我怎么样 所以张亚中某一个程度是赌烂票 可是当张亚中最后变成 他有可能出现 而且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那大家可能就会讨论到就说 那因为党主席就是掌选举的兵服 那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呼叫 霍友仪你要不要表态 然后这个卢秀燕甚至要选这个台北市长的蒋万安 你要不要表态 但是我认为啊 这几位主要的县市首长 不要说几位 所有的县市首长大概都不会愿意 对于党主席做一个表态 因为怎么表态他都是伤害 那可是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党内确实有一些人就开始讨论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么 尤其现在的柯P大家都知道 柯P是民众党党主席 你知道民众党现在一直对国民党的人在招手啊 要挖墙角 我们前一阵子还不是还有连任好几届的 跑到什么那个是彰化对不对 彰化现议员 而且呢还当他的什么彰化的主委 因为我要讲民众党没有人啦 民众党真的没有人 他有几位我个人认为还不错的 比如说一些不分区的立委 他可能他们会去选县市首长 但是事实上在普遍来讲他没有人 所以他很多的人呢 包含他现在的一些政治幕僚 他都是向这个国民党招手跟挖墙角的 所以大家非常担心的是 如果明年的这个县市首长 是一个县市首长 另外一个就是县市议员 那么有没有可能被民众党挖墙角过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国民党自己本身就会做松动 那当然今天张亚中呢 我认为他也很聪明啊 他就说很多人说我如果当选的话 那个就会有人退党 他就直接说周立伦你会退党吗 江其成你会退党吗 我想他们两个也不敢讲啦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整个的这个政党 他必须要有理念 我真的承认 政党需要有理念 然后呢要回应我们党员的期待 但是呢政党 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 他就是一个选举的机器 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地方的选举 县市首长的选举 拿到多数的这个县市首长 或者2024 你没有办法赢得政权的时候 你讲再多理念 那你就讲嘛 那民进党 那反正他就 他就继续胡搞瞎搞 所以我认为啦 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 我还是去呼吁 大家自制 不要帮你的同志贴标签 你要知道 你今天对于自己同志的任何的恶言相向 未来都会成为你的对手的手上的刀子 对不对 都会对你手上的刀子 你的同志都说你是这样 你是那样那样 然后人家怎么不说呢 以后选举不就这样子吗 每天我们的党主席谁出来 每天都被人家骂 对不对 你都被你的同志骂 那为什么对手民进党不敢骂你呢 所以拜托 我们要自制 但是呢我想未来 我们还是会非常希望 这个主席的 这个当选之后 如同刚才搭签委员的 真的大家都要团结 而且最重要的他还是能够整合 整个的国民党 我老实说 在这场选举里面我刚刚讲受伤 真的受伤 那你要整合 你如何去要回应明年的2022 我特别要讲 我们很多县市场 尤其是现任的 他们做得很辛苦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起来他的连任 好像形势不错 那你们上面就胡搞瞎搞 把人家的选举的情势打坏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很罪过 他为什么要做得那么辛苦 那如果明年的县市说好好选 然后我们可以多个一两个县市 你觉得民进党会不会怕 而且这才能够回应我们的支持者 否则的话我真的讲 现在塔律班当政 你真的拿他没有办法 你比如说你要发动倒戈 那当然是做利润 你可以发动这个倒戈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选举就是对他最好的教训 让他的县市长大败 让他2024的政权能够替换 这才是对民进党的 那个什么 他的最大的惩罚 不然的话我们就继续忍耐 忍耐这样的塔利班政权 我们先来看一下 的确刚刚洪威姐讲到的 的确有很多大佬们会被问 尤其是政坛大咖 对国民党有影响力的这些大佬们 都会被问说 你心有所属哪一位 这一次韩国瑜就不表态 从头到尾他已经说了 他就是不表态 的确像洪威姐讲的 怎么表态都是伤害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党魁之争 攸关国民党怎么选 选出来的人都是国民党 但是谁是King 谁是Kingmaker 现在赵绍康就说了 朱立伦决胜的关键 他觉得在于江启臣的支持者 会不会形成气宝效应 而且让大家也有一点物理看花 连续两天跟朱立伦同框 但是赵绍康说他保持中立 哪一位候选人约他 他都愿意跟大家同框 另外呢其实韦翰哥也说 在这一次的厮杀当中 没死也拨掉名 因为他说这一次的竞争 的确很激烈而且呢 看重度 声量度 其实是比往年还要高的 所以大家就要看 是否要拼党员的投票率 投票率高低 黄伟翰 伟翰分析是说 他觉得除了黄复兴 党部的票之外 也牵动了这一次 因为呢韩国瑜不表态 还有王金平 高雄的票会开给谁 会不会是这一次 国民党党魁之争 最后影响力的关键 冠心主任你怎么看呢 我想说这个民主社会 操作弃谁保谁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尤其在我们在国民党 在选主席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的党员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也是党代表 都要秉持自己的理性来选 你从这四位优秀的这个党主席候选同志里面 来选一个你觉得他最能够担负重责大任的人 我想这四位啊 不管在任何方面 我觉得一定有他独特之处啦 你看他们 虽然我觉得他们证件发表讲的一些 不是说很接近 这个我们国内民众想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可能还稍微有一段距 但是听他们的证件发表 的确可以听出一些 国民党未来的方向 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可能我们党内选举 大家施杀的很严重 可是我换个方式来讲 可能我们年轻人可能 比较叛逆就换个方式来讲 至少我比民进党来的民主吧 我选了一个党主席 我有四个 不像民进党 当初蔡英文跟賴清德选的时候 也是弄得很难看啊 可是为什么人家选完就可以团结 国民党从选到选完 就是纷纷扰扰 我跟你讲很有趣 癥结就是在位置 人家民进党是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所有的东西 经过社会大众检视之后 发觉说 现在做的跟之前想的不一样 人家整个一怎么讲 时空环境不同 人家是标准的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可是国民党的问题在哪里 国民党是位置也换了 换了位置却没有换脑袋 每个人还是停留在说 我现在还是执政我好多资源可以争 尤其像这一次的 这个四位候选人的政界里面 我非常care一点 就关于党费的问题 包括有一些党公职的 这个职务捐 我觉得这个部分 都是因为党有需要 像民进党也收党费啊 民众党也收党费啊 我是不建议说在这个 费用上面来做一个诉求 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好像 如果就像国家来表 来举办一个投票说 我今天要不要缴税 大家都不要缴啊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缴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国民党很困难 需要大家认同这个理念的党员 支持者来为党做一点点付出 我们愿意啊 因为支持这样子的政党 支持相同理念的政党 我们需要换的是未来和平的生活 我们愿意 那各个候选人我觉得都 大家理性啦 理性 不然就像 有点像韩国瑜效应 突然某某媒体就很大量报道 所有的特定候选人的新闻 可能当下你会觉得 这声势可能不错 但是国民党的选举 毕竟是一个封闭系统 尤其大家都在强调 黄复兴 黄复兴 黄复兴的确早期真的是铁板一块 很容易福音于一个统一的一个指示 可是大家要顾虑到 现在黄复兴的这个成员 组成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纯粹了 而且很多我们黄复兴的先进 年纪都颇大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在 媒体评论里面讲说 谁能够动员 说谁能够在这些党员去投票 谁可能就掌握最后致胜的关机 因为这些党员年纪都大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投票的有37万人 按照历来 最高也不够六成出来投票 决胜就是那22万党员 不多 所以大家都很优秀 像鸿卫议员讲的 真的大家 人情流一线日后好相见 大家理性来分析 理性来规划国民党的未来 现在如果国民党的声势起不来 你跟我讲2022 2024都是空谈 你跟我讲两岸关系 我告诉你 我是中国大陆 你国民党你现在这样子 我要跟你怎么谈 我干嘛跟你谈 我当然是跟这个塔利班 塔利班执政 我当然跟塔利班谈 我不会跟国民党谈 你跟我讲那么多 我要签什么协议 什么协议 你又不是执政者 我习近平我是哪里 我是脑袋进水吗 所以不可能 所以拜托各位同志 回归理性 用你对国民党的认同 对国民党的期待 去判断说 谁最能够带给国民党 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不管谁当选 都是我们的同志 而且跟各位报告 以后的选举真的不好选 就像议员讲的 民众党虎视眈眈 我举个例来讲 如果地方选举 现在市场选举 可能还比较单纯 地方议员的选举 我今天国民党 是不是会有办初选 如果有复数人数要选 我民众党好整以暇 我就去吸收 初选落败的第一名 如果以台北市来讲 我柯文哲在台北市当家 难道我集合我民众党的票员 这样是有拼面 我就集中投 我集中支持 我去吸收 初选落败的候选人 我把票员集中 你绝对没有拼面 有哦 所以不要小看民众党 目前虎视眈丹的一个 一个扩张的一个计划 所以真的是 前有财狼虎报 后又有追兵啊 国民党真的要自强 以前的温良攻减浪 我们会改变 我相信这四位候选人 都会改变 拜托大家 拜托各位党员先进 真的秉持理性 其实我们说现在的选举真的越来越难 是因为呢 除了路战之外 还有空战 包含呢每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聊天室里头 我们都有在看哦 但是聊天室里头 你知道网路上很多真真假假 到底是否有一些人反串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讲了一些话 试图来影响大家呢 让大家觉得说 现在好像 谁某一个人呼声比较高 好像不要投谁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在今天节目前呢 我就跟大千哥就在讨论了 大千哥的分析 我非常喜欢 大千哥今天不要吵架 但是大千哥可以来帮我们分析 其实在网路上 有很多在聊天室里头的人 他不见得是真实人物 他可能是所谓的1450 对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在2019年那个时候 国民党开始全面的来布局 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在帮韩国瑜市长 来做参选的动作 其实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非常不理性的粉丝 在网路上留言 然后恶意的去攻击 然后带各式各样的风向 但是最后等2020总统大选 选完了之后 我们经过了其他的事件 才发现说原来当时有好多 自称是韩粉 当时发表了非常多 不理性的一些言论的人 根本就是民进党自己的网军 包括民进党自己的网军头子 都曾经假扮韩粉 在网路上发言过 所以我要呼吁现在 所有在网路上 观看我们今天节目 或者是看留言的各位好朋友 就是有一些的留言 恐怕并不是这么的客观公允 不要因为今天在座的来宾发言的内容 就先帮每一个人带个帽子 说这个人一定是朱的 这个人一定是江的 我们四个谁都不是 我们是中国国民党的 如果你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份子 就不要帮别人带帽子 因为中国国民党 既然是一个民主政党 不管你支持朱 江 卓 或者是张 都是大家的权利啊 这四个不都是国民党的资产吗 那么有很多恶意的留言 我们必须高度的警觉 这些人究竟真的是人还是狗 他是国民党的党员 还是对方的1450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我们不能够在网路上 再被民进党的网军牵着鼻子走了 我刚才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这四个人彼此不要攻击 大家想一想 张亚中说朱立伦是美国的宪民 我请问一下 如果张亚中今天当选主席了 将来还要不要派朱立伦去选举 如果今天朱立伦去选举了 是张亚中主席你派出去的 你帮朱立伦站台的时候 你该怎么讲呢 是你认证他是美国的宪民 你要服选一个美国的宪民吗 还是你当选了主席之后 你要把朱立伦给开除掉呢 同样的朱立伦说张亚中是红统 各位想一想 如果今天朱立伦当选了主席了 那么张亚中可能可以肩负起国民党 训练我们党员思想 想训练我们党员信念的重要的工作 那张亚中是红统 请问一下朱立伦主席 你要怎么样去向大家推荐张亚中校长 然后任命他去担任这样的工作呢 然后今天大家来批评说 江启臣做得不够好 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没有办法争取到年轻人 我要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当选的主席的人选不是江启臣 江启臣将来要继续回去台中选立委 去选未来的台中市长的时候 请问一下各位党主席 你们要怎么帮江启臣站台呢 你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批评他怎么践踏他的 你站台的时候你要怎么自圆其说呢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党内的选举跟党外的选举 之所以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党内所有的选举 在选后我们还要继续团结 我们还要手牵手走下去 我们不是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 大家就割席绝交了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只会越选越小 所以国民党要团结 国民党只有壮大 我们现在的盘都已经够小了 我们自己在分割 那怎么会有未来呢 字幕组组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